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因为小娜决定和小白分手 尽管小白多次挽留 但是感情这东西没了就是没了 可是小白竟然时工穿越了很多次 在一瞬间有一百万种可能 不过小白没有找到一次自己的可能 小娜一直坚定的选择分手 小白回到家后和小娜相处的第一天开始 找自己到底哪里出了问题 是什么导致两人分手 这样自己就可以通过自己的时间机器穿越回去调整 小白的时间机器还挺厉害的 穿越回去后 那个时空的自己就会消失 也就说只有一个自己 绝不会出现祖父伯伦这样的事情 其实小白这个时工机器也是有小娜的帮助 分手后 小娜开车不小心撞了小白 也许是脑子磕了一下 导致打通认读二脉 小白就终于想出来了这个创意 发明了时间机器 现在女友和自己分手 小白觉得时间机器终于能派上用场了 而且还要拉着好机友康康一起回到过去 一起调整过去的错误 意识一阵悬晕过后 两个人成功的穿越过去 在小酒吧见到了小娜 这是小白和小娜第一次见面 大家一起看电影的时候 小白改成自己的一些脏话 获得了小娜的良好印象 接着两人又利用机器不断的穿越 康康给小白助攻 让小白和小暖在天台上独处 小白就幸福的和小娜在昏暗的灯光下热吻 而且一遍又一遍 一遍又一遍 康康简直要疯了 找到机会告诉小白 要穿越到关键时间点才能挽回小娜 穿越的经验多了 小白开始慢慢的摸索到规律 知道穿越到什么时候 做什么样的事 才能让自己和小娜的感情更好 康康也发现了时间机器 不但可以用来挽回小白和小娜的感情 更可以在不断穿越中获得比赛的胜利 可是比赛胜利后 机器却有点问题了 暂时不能穿越 而小白也对小娜和男闺蜜不停练习 有很多意见 其实每一个人对自己的另一半有异性闺蜜都有意见 这个问题就看当事人自己怎么想 虽然小娜毫不顾及小白的感受 和男闺蜜一起在燃烧的篝火旁贴身热物 还穿的特别少 这样小白简直要两眼冒火 愤怒的情绪要冲上脑门 这时候康康已经穿越到另外一个时间线 和刚认识的美女一起happy 小白此时心里简直有无数头羊驼 奔跑过去 小娜提出了要到冰冷的湖水里游泳 男闺蜜觉得太冷 小白则是直接冲到湖水里 这样的小娜觉得小白可真哥们儿 晚上温柔的躺在小白怀里 两人共度美妙的一夜 小白觉得事情成了 和康康又穿越回去 回来后才发现女友和自己并没有分手 此时也没有时间机器 因为女友和自己没有分手 自己也没撞到脑子 不过小白小娜一起在床上开开心心的滚来滚去 还是让小白心满意足 不成熟的两个人在订餐吃饭的时候 又一次发生争吵 小娜再一次提出了分手 而且康康目前还是做着售货员的工作 大家对现状都很不满意 于是乎小白凭借着自己的记忆成功做出了时间机器 和康康穿越回去矫正各种事情 现在的小白已经和小娜住进了大房子里开开心心 小娜在音乐事业上非常成功 康康也是成功人士 有着富足的生活 这都是时间机器的作用 有时候人很奇怪 小娜现在过着如此美好的生活 却觉得自己和小白不吵架是不好的事情 也对自己追求的音乐不再感兴趣 甚至对生活失去兴趣 小白决定穿越回去 然后毁掉时间机器 这个决定让已经过上好日子的康康很不情愿 毕竟穿越回去后自己还是生活源 而小娜也发现了原来自己的人生 一直受到小白的操纵 所以两个人从来不吵架 对此小娜很失望 一阵眩晕后 小白和康康回到最初 没有被车撞 小白没有发明时间机器的时候 不过康康很不满意了 就要撞倒小白 让他发明出时间机器 当车量被卡住的时候 康康觉得确实不能用时间机器 一切要靠自己 小白见到小娜后 吻了一下决定分开 不了此时的小娜 也是从时间机器中穿越回来的 两人终于坦诚相对 神情告白后 重新幸福地在一起 关于穿越的电影有很多 不过这部电影却向我们揭示了 即使拥有可以穿越时空的能力 也未必是幸福的道理 确实 幸福的生活是不能一蹴而就的 幸福的感觉 也是需要一点一点培养出来的 生活的美好 在于充满了无数成可能 而在这可能中 我们可以找到生活的真谛 好了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不见不散